247 《蘋果日報》 專題子 擺脫書展外賭彈 2015年7月15日文化E04專題子 場外閱讀 書展 美其名是展出書籍 近年級輪圍山課場 各路人馬搶集出書 只在婚一杯羹 百萬讀者成慶而來 現長人山人海 圈鬧如史 入場人史當然屢破紀錄 走過四分之一個世紀 書展由推動閱讀文化的場所 變成藝人明星宣傳造勢之地 語言二月走月圓 主流意外 民間形式反而更顯多元 手作人黃天盈把迷你手作書藏於扭彈之內 以世取勝 灣仔富德留的舊課本展示館 則展出不同年代的數學課本 回憶學生年代的稱B歲月 手作彈字一考知識朋友書及Brick V谷書店 或中環P M Q 概念店 Open Quote 有一部彈字扭彈機 聽此奇聞 於是前往一看 原來是彈字 而非彈字 吉喬莫 J 機 未能看清扭彈涵 何物 入錢 一彈 彈應聲出來 定徵細漢 原來是一本迷你書 故名書二 彈字是彈彈內的小雜誌 每逢單數月份出爐 作者根據主題各自人手裝表 認識不驅 可視三尖八角 可視一串紙條 藏於扭彈之內 記者抽到一本像字條的小書 開合之後 書屁受爽 X 圖看便連接起來 正設合今期的主題版 滿有詩意 任由讀者聯想 隨機閱讀獨立創作彈字 由於生活小便條 一個窩心的信息 如同彈字 可作精神食糧 彈字創辦人 黃天瑩 雪梅 火紐彈 由於不同專欄 要獲得心儀的迷你書 須要一點運氣 也時其有趣之處 隨機性讓讀者有更多機會接觸各類書籍 相比書店的豬肉 賣出的機會也教軍等 他希望藉此挑戰讀者的閱讀習慣 為何書一定是長方形 為何只能一頁頁地翻 在他看來 閱讀 書籍 寫作 均有許多可能性 正如書展 可以是一部扭彈機 但至來到第十八期 從最初八位迷你書手作人 慢慢增加至三十多位作者輪流創作 至今合共出版了如百本迷你書 藉此推廣 書本藝術 及獨立出版 事實上 獨立出版人早已在倫敦書展 甚獲生機 香港的曲押至隻身打平 獨立出版沒太多製爪 由設計 內容到物料都有很多可能性 讀書時期 Shiena主修繪畫 十多年前已嘗試手做迷你書 視之為減壓興趣 他亦曾出版正常尺寸的著作 但覺得所需心力很大 嘗試考如何輕鬆一點 繼續創作 這代人不要說寫長篇小說 即使看都很困難 但是否因為寫不了五萬字而停止創作呢? 偶爾寫詩或短文又是否可以? 我覺得寫作不一定很複雜 2011年 他遠赴日本學習製作迷你書 在當地見識了名為《豆本的扭蛋迷你書》 那時一聲簡單接藏如一第S高傳單 無獨有偶 他本身有儲藏扭蛋機的興趣 也出版過迷你書 覺得這個閱讀概念很有趣 於是凌機一足 會講後與朋友創立彈志 舊書回顧細數歷史專門出版數學格科書的 《勤達出版社》 其董事總經理吳祺華提及香港書展 立即搖頭攤到 現在變成山課場 入場人時水過鴨杯 未爭細讀便買書 讀者與作者難以交流 說話七次出版社之後 份外具說服力 適逢四十週年 《勤達寫戲書展》 寧與灣仔富德留的舊課本展示館合作 展出不賣的書 我們收集了一群本地的數學教授 老師數十年來所用的書及工具 可說是集體回憶 記者在中學時期以計數機內的方程式來計算銜數 以在七十年 其華則用手上那把白色的銜數間斜 她說 副家子弟用較長的款式 數字較大 容易看 我們這些窮小子則在國貨公司買一把短新的 兩元一把 公開考試時單看其赤 就知其家底 擔任展覽道想緣的出版 寫作李總監鄭Sir監笑道 我是晚輩 未爭用赤 八十年代以用對數表 她又拿起一本外國出版的應用數學貨本 說 那些年 甚少人升讀高中 沒有本地出版教科書 只好購買外國書 不論男女老友 上來第一句話必是 我以前都是用這本書的 記者對數學貨本的印象模糊 舊科本展示館館長劉志聰搶猜如 你肯定沒有用功讀書 記者邪愛志聰 反順相機 你而時也不愛讀書 收藏舊課本也是為了圖畫 你不覺得這個展覽沉悶嗎? 講這一束 H 怕答道 酸甜苦辣都是一種經歷 我不精於數學 但數學科的確是我曾經歷過的故事 的確 提起先 請憶起寒窗苦讀的情景 到現在總有雨過天情的感覺 讀書多年 數學書只作堂上枕頭 從未想過他們背後有群經驗爭業的功臣 原來他們都是數學老師 其話說 發現教師的工作有點像零售 老師灌輸知識級學生 將即炒即賣 但出題 編輯 出版數學書 確是坐下來 花大量時間在數學身上 一計一計 對才有無感情的數字 出版社的辦公室定必壓著無聲 不 我們出版數學書 同時間多年來為數學辯論 是一個非常刺激而有趣的過程 甚為珍惜 數學不是黑 就是白 有什麼好討論 其話逐到 錯了 一條數學題有很多種解題方法 初轉行 老闆吩咐我讀得一列考試卷後起題十條 我還以為已過這火 誰知起題時才明白解題方法千百種 起題更難 一課一拆口若磚頭這個展覽 招來四方其人意事 訪問當日還遇上他們的故友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高級港師王家樂 王年興時逆於B&D出版社兼職出題 《社教科書》 八十年代中期 王家樂手創綜合應用題 將不同理論集於一題 九十年代嘗試加入活學遊戲的趣味形式 及自然在於每課後加入歷史冷知識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 就有數學、讀數學 正如讀音樂 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 記者那麽 當年讀得那麽辛苦 原來因爲你 亨 然而 慶行生於八十後 漢見其華當年用一堆磚頭搬口的數學科本便 年嚇 F 眼 當年幾何圖形及咸素等各有一本 本本口語字典 鄭學道 八十年代中學有淘汰制度 高中生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數學題目全都是解難題 筆像現在分幾部分作答 以前真的有人捧蛋走出市場 通常音樂家會說人生是一首樂章 文青會說人生是一首詩 我只是扮有心度隨口一問 你們認為人生像一度數學題嗎? 哈!他們果真如此 我們喜歡數學的人 也許認為人生有許多問題 可以從一個角度經歷和理解 宣述 唯的不是一個答案 亦不是一個工具的理解 而是一種文化 其華 一條數學題 可以一個 五個或十個步驟來完成 解題比答案還重要 的確 人生的路如 A B C 有人一步登天 有人高低彎曲 其實殊途同歸 死路一條 還是至得其樂更重要 舊科本展示館灣仔 《彼謙尼斯道》365-367號 富德留記者 陳子惠 劉東佩攝影 鄧雄欣 劉永發編輯 陳國棟美術 孔文斌 是 陳子惠 學習 教授 教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